杨苏的说唱技术是无庸置疑的,即使在中国说唱巅峰对决如此强大的阵容下也是拔尖的,而杨苏也一直在舞台上印证着这个事实。 不过尽管有如此出色的说唱技术,杨苏还是被很多人诟病风格题材太过单一,在节目中的表现没有任何惊喜。 如果你也这么认为,那显然是你对杨苏的了解并不多。 在节目中的较真与强劲是杨苏对于比赛的尊重,只要是比赛,肯定有胜负之分。 而杨苏一次次的想影响夺冠,所以拿出能打的作品并没有任何问题。 但这并不代表杨苏只有这些东西,因为在即将到来的表演赛,杨苏就会表演很多粉丝期待已久的很久很久。 相较于杨苏以往的作品,很久很久并没有过多的技术展现与编排。 这首歌拥有的只是简单的歌词,叙述着真实而又简单的故事。 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段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。 正如杨苏所说,在很久很久以后,我们还在讲着那个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。 在记忆深处,为它留了一个好味。